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失败的 失败啊 没关系 等于是失败的多余那个 我是尝试在APP上直接发信息 昨天虽然短暂的被封了 后来他们软件就自动解封了 解封后呢 是有跟他们附近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赌支者 他有给我留言想定不了解 然后我给他发了将近十个 从盖特和Gnews上面的就员现场报导的链接 然后可是呢 他看完之后 而且他还请他们这个community 据他说有一些什么从事IT行业的人 也一起去把我的这个信息他给转发过去 然后他们看了 然后还去看了查看了我们的这个法治基金网站 然后呢 得出的结论呢 是我们是一个scam 就是架片 哈哈 他怎么得出的 我们都发现明明就这么多救助 他说你们这个网站做的质量很差 他就觉得网站可能从美观效果上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现代吧 那你看到了现场就说 这就是说一个网站 我都发链接了 但我怀疑他没看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地方 我感觉就是一个很 就是他们 你去看法治基金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直接去看法治基金的那个叫什么网站 没有去看其他的一个 他们看到班农之后呢 他们就下面好几个人都是留言 就是他们 我们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地域有关 他是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 什么就是 对加拿大这边对就是川普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川普的观看 然后呢 他们看到班农之后 然后就有一些留言 然后我也没跟他们争辩 那你不知道争辩 对我不去讲这些政治 我就跟他说实实 我说我没有这个volunteer 已经在那个 那个边界我们在做事 然后不管你的国籍 不管你的政治观念 而且我们也不向你募捐 对吧 我也不向你募捐 他可能看法治基金是需要募捐给法治基金 我觉得未必